藏在居民区里的十多年薰酱饺子馆 这里有老熟客追捧的味道 哎呀 特别好吃啊 而且还特别实味 不然是一天能卖一百多汁左右吧 能吃到肉皮的那种梗粥 再加上里面 肉筋的软糯 近二十年的烧烤老店 改变的是时间 不变的是经典的味道 他们家这个鱼烤的外皮有一点焦焦的 看出这个肉挺新鲜的 外焦里嫩一点 本期七天游记 文青寻觅吉林特色美食 开启逛吃吉林之旅 这么多人啊 看他煎粉得多好吃啊 我来问问 这个煎粉能做到肉口即化 我觉得也是挺厉害的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本期最七天 你的消费 我来指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消费服务节目最七天 大家晚上好 我是志南 大家好 我是新鲜 新鲜 我发现 自打咱节目增加了这个整点秒杀的环节 咱们堂堂群 这是越来越热闹了 是的 既然大家参与的热情这么高 咱今天秒杀还得继续 那今天咱们给大家秒杀点啥呢 前世羊棒股 价值88元的双人餐 只要29块9 这个套餐里面呢 有一份羊棒股 两份麻辣面 还有饮品 两个人吃饱 吃好 绝对是没问题 那参与秒杀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让我们的群主拉您进群 所有关于秒杀的信息操作步骤呢 群主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秒杀通道呢 会在六点半正式开启 所以大家呢 抓紧时间扫码进群吧 这几天呢 天气呢 是越来越暖和了 天黑呢 也晚了 我这个不安分的这个小情欲 也跟着躁动起来 下边没事啊 就想琢磨喝点小酒啊 放松放松 第二天 之前动你这样心思的观众 应该也不少啊 那今天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几个 适合小卓一杯的地方 平阳市长城著名的 神殿聚集地 在通话路呢 一个居民区的楼下呢 有这么一个熏匠小馆 屋里一共呢 就几张桌 一天光卖猪手了 就能卖一百多个 它家的特色 除了熏匠呢 还有饺子 据说呢 这都是老板最拿手的 没有特殊的调料 制作呢 也都是传统的老方法 就凭老板的这首厨艺啊 成了平阳片区 有名的市井神殿 通话路 平阳接销会 这也没有熏匠小馆啊 找人问不去 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知道熏匠小馆在哪吗 我让人一走一拐就是 哦 好 谢谢啊 这熏匠小馆是藏在 这个军民区里面 真是不太好找 而且这地图上也没有 我感觉能找到这家店呢 肯定都是那种老熟客 才拿来的地方 走 跟我看看 我做这个东西 已经有十来年了吧 刚开始是自己在家做 然后朋友来吃 都是挺好吃的 让我自己开个店 然后我就开了 没想到这么受欢迎 现在几乎都是回头客 六做得有五做事吧 味道是叫 那个家长味道 特别好吃 他们家东西特别好吃的 味道是挺正的 反正就是老板特别好 就是我们一到这 跟老板出的关系 都已经不错了 哎呀 特别好吃啊 而且特别实味 我要是自己吃的情况下 两天左右就得来吃一顿 这对老板特别好 哎 到这来 特别热情 你找多喝 自己家也是他都 这家店的熏匠呢 都是在这个展柜里面 直接体现的 而且我觉得种类也是比较多 你看有猪耳朵 猪大肠 牛宝 还有这个煮手 对 煮手咱家特色 一般是一天能卖一百多只左右吧 咱家一共总体的样数是十三四种左右 论斤的 论两的 我家除熏酱之外 主打的就是饺子 饺子有四种 一种是蒸的 然后那三种是煮的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熏酱跟饺子 因为这是我拿手的 我家几乎每天是三点起床 开始降 降完了开始熏 九点之前会全部出来 每天的量大概就是猪手要一百只左右吧 到晚上八点左右几乎就是没有了 来就吃不到了 肉的选择很重要 我选择的都是家常 你们正常家里吃的东西 我们选的品质是保证的 这一猪手呢 看起来的这个个头是比较大的 所以里面的那个肉筋也比较多 处理的也是比较好的 没看到有毛啊之类的 所以你吃的还是比较放心的 最关键的是 这个猪手才九块九一个 这个外皮呢 是熏的比较有咬头 但是它这个里面呢 是呼的比较的软烂 所以它这种口感在嘴里就比较丰富了 你能吃到肉皮的那种梗粥 再加上里面肉筋的软糯 这样的猪手 嚼在嘴里就是吃了还想吃 感觉有一种五香的味道 是偏咸口的 但是到后来呢 会感觉有那种浓浓的烟熏的味道 伴有着中草药的味道 我的熏酱是传统的熏酱 老汤是我一点点自己研制出来的 刚开始可能说用大骨啊 后期味差一点 加老鸡啊 鸡骨酱啊 一点点熬的时候 现在得纯老汤 咱家的汤都是用大骨 用的大骨 然后老鸡 每天都在熬 然后放了 种草药 然后来调味 什么桂皮的 橙皮的 香叶的 花加大料啊 这汤是越熬越浓 越浓越香 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世界 熏呢 就是传统的用白糖熏的 一般熏酱来讲呢 如果你熏的时间太长了的话 它这个鸡肉就会发散 熏酱的味道比较重 会有点咸 如果熏不到味的话呢 它这个味道可能就会有一点淡 然后就感觉不入味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那种 刚刚好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鸡皮 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它吃着的感觉 不是说你一抿 就那种化开了的感觉 而是它是有一些痒痘的 所以这个厚度我看也是挺透的 你嚼起来会有那种 咯吱咯吱的响声 我觉得这种鸡皮 还是挺特殊的 对 老公一下 它加熏酱的味道呢 整体来讲是那种 老式传统的熏酱的口味 整体来讲 味道都是差不多的 但其实我们吃的不同呢 就是在于这个肉的种类的不同 所以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 哎呀 可是我这个饺子什么时候上呢 咱家这个馅儿都是现点 现货 现包 现酒 绝对不会有冻的馅儿 発酱 好 谢谢 好 刚蒸出来 然后吃到嘴里的那种皮的感觉 是非常的筋道的 好香啊 这里面的那个牛肉 也是成团组合的 牛肉是比较多的 每一个汁水都特别的酥 吃了一半下去还有这么多 当然即使是牛肉 但是也没有那种 很山的牛肉的味道 是有那种牛肉的醇香 和萝卜的清香的 就是很经典的那种 我家饺子就四种馅 馅是每天早上去市场买 买回来然后放在那 顾客来了点 现货 现包 现煮 这个过程会非常慢 但是我家这么多回头顾客 都会等 这个酸菜馅饺子 跟我们平常吃的 有一些不太一样 咱们平常吃的那种 都能感觉到酸菜脆脆的 然后会有一种 稍微带点酸臭的味道 但这个还挺特别的 没有那种感觉 它有点像那个烫过的白菜 和煮的那种酸菜汤的感觉 我家酸菜馅 就是老一辈的爆发 酸菜需要烫一下 不会有那种酸臭味 会有一点清清的那个酸 我家的饺子就是老一辈的货法 很多人来我家 找的就是这种味道 我看在这家店里 这个店呢 是虽然小点 但是他们家的人 是基本上没有断过的 而且你在这里吃饭 感觉就是像在家里面吃饭一样 吃两口熏酱 吃几口饺子 再喝点小酒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我要是有朋友来的话 几乎都到这 在这吃饭呢 特别放松 尤其跟朋友在一起 就跟家一样了 到这 特别熟悉 就是刚刚吃东西 到现在接触 跟朋友一样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大部分人 要找的一种味道呢 是那种家里的味道 或者是一种烟火器 那通常这样的味道呢 是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 某一个角落里的 带给一部分人心里的慰藉 隔着屏幕啊 总能感觉到饺子的香味 喜欢这种家常味道的朋友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还是要提醒 接着提醒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20分钟呢 就到我们整点秒杀了 前市羊棒骨 价值88元的双人餐 只要29块9 这个套餐里面呢 有一份羊棒骨 两份麻辣面 还有饮品 那秒杀通道呢 会在6点30分正式开启 所以说大家还是抓紧时间 扫码金群吧 咱俩在这说半天 这个羊棒骨了 这个便宜倒是便宜 价格也很实惠 29块9两人吃呢 这个能吃顿不错的饭 但是这羊棒骨 真的那么好吃吗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咱们最期天必须是 有视频有真相 只要一进这个店的门 你就能闻到一股 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 顺着味找 就能看到 非常霸气的这几大棚棒骨 看着就感觉让人 垂涎三尺 但是呢 这个骨头的香味吧 跟我们平时吃到 那种感觉还不一样 仔细闻有点 微微有点麻辣的感觉 羊棒骨最早 在长春也是没有的 是我偶然一次 去天津尝到的 觉得这个东西不错 长春也没有 就想把这个东西 带回长春 哎呦 哎呦 霸气不霸气 这个羊棒骨呢 直接第一看的这个感觉 就是跟我们之前吃的 猪骨牛骨不一样 首先 它这个造型吧 是相对来说 比较纤细一点 然后呢 上面的肉没有特别多 但是同时 它这个肉也不像 猪骨或者牛骨那种 藏得特别深 它都是在表面上 看着感觉应该就很好看 就是看到他们家这个骨头 各顶各长的感觉都一样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食材选择一定很讲究 很多人喜欢棒骨的原因 一方面是捧在手里有分量 嚼在嘴里有口感 再一方面呢就是棒骨 一般都会附赠给你美味的骨髓 这个骨髓大家能看到 非常饱满 满满的要溢出来了 它微微的带一点点羊 本身独有的那种味道 如果说猪棒骨的骨髓 像是一汪油的话 那么羊棒骨的骨髓 吸一下感觉就有点像 像果冻 它的这个扎实度 要比猪棒骨骨髓 更加扎实一点 确实这个羊骨头 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 酱香的骨头不一样 因为它是有点麻辣口味在里面的 所以呢 麻辣之后让你吃这个东西 会觉得 就是 不会两口就腻住 有各式各样那种 大家熟悉的调料 卤出来的那种香味 这个羊骨头上除了肉之外 还有这些筋的部分 特别香 如果说 单纯吃肉是满足那种 大块朵骨的这种 吃肉的爽感的话 那这些筋 应该就是 很多人 对这种 胶质感比较丰富的部位 特别喜欢的原因了 我再来一块 这块大家是不是看得不清楚 感觉像筋头八脑 看来与大口吃肉的快感相比 羊骨骨的美味 更为精致 一般来说 我们吃骨头 不是应该配米饭吗 这点配面 其实这个前世羊鲤骨 是来自山东的品牌 都知道山东人爱吃面食 所以在山东端地 吃羊鲤骨配一碗面 我们也是保留了 山东人饮食习惯 麻辣面的汤里 也是鲤骨的老汤 啊 这么回事 试试这个圆汤的汤 做出来的老汤面 什么味 还挺香啊 刚入口的感觉 有点像红烧牛肉面 但是呢 仔细一品呢 就会发现里面 羊肉的那股鲜味 和香味 在里面藏着 然后呢 这个面上面 油 是比较重的 我现在 不太能分清楚 是 就是 汤底的油 还是羊鲤鱿鱼锤化出的油 说实话 今天我们来的 这个店呢 它的所在位置 其实已经超出了 我对长春的认知 刚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就说 好像来到一个 全新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在这里我们又能吃到很多 跟你想象的 完全 不一样的食物 所以就是说 有很多特色美食 还是藏在 可能你没注意到的 大级小巷 我们那么要刹通道呢 每天晚上六点半准时开启 所以现在呢 你需要做的就是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 让美丽的群主小姐姐 拉您进群 今天这个羊棒骨套餐 总共有七份 能不能抢到呢 还得开运气 那说到喝酒呢 东北人最离不开的 还有就是烧烤了 在卫明街理工大学附近呢 有一家开了 二十多年的烧烤店 店里主打特色 限量供应的美食呢 是铁板鲫鱼和烤全茄 不是 这搞噱头 哪有用鲫鱼和茄子的 是不是有点没见过世面呢 你先别着急下结论啊 可能啊 这家店就真的能给你惊喜呢 吃了个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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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个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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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来 这家店可是凭借着 限量美食和独特的口味 吸引着众多食客呢 我到这呢就是 牛肉 羊肉 还有那个鲫鱼 这些都是必点的 这开业的时候 我就就在这吃了 十多年吧 最早在那个 还不是在这个时候就来了 吃了有快二十年了吧 经常来 一周最少两次一次 我家从97年5月13号 有的销里的烧烤 当初因为八千和空间狭小 前年后后我搬了四次家 搬家那个距离呢 就在这个几百米 我的这些新老顾客 都可以找得照为 我家这个店 限量美食 是这家烧烤小店 火爆二十年的法宝 眼前的这道铁板鲫鱼 就是店里的限量菜品之一 鲫鱼我们家 就是那个每天就卖十条 必饱新鲜 市场上完给我送来 不能有土腥味 因为有土腥味 怎么做 都做不掉那个土腥味 鲫鱼 如此常见的鱼鲜 怎么在这儿 就成了限量美食了呢 这个单身物 有要求的是大小相同 这就有些傲娇了 不过这样的噱头 是掉足了食客的口味 就连鱼羊 桌上的这条鲫鱼 也是跟导提前打电话 和老板预约留下的 他们家这个鱼烤的外皮 有一点焦焦的 里面这个肉很活泛 不死也焦 真的能看出这个肉 挺新鲜的 外焦里嫩真的是 店里的限量菜品之二 就是他们家的硬菜 烤茄子 如果说鲫鱼限量 是出自老板的小伎俩的话 那这道烤茄子的限量 绝对是 我刚才其实在后处有看到 这个老板做这个茄子 那做法真是紧着我了 这茄子这第一步就好了 这就好了 它都没多 没完事 等一会 等一会 怎么做呀 我把皮都给扒下 扒皮 对 趁现在吃饭 对 烫不烫啊 那肯定是烫手的 饭口的时候 说实话 不太卖这个东西 因为没有时间单独来处理它 难怪烤茄子会成为店里的限量菜品 每个茄子都徒手扒 这不限量也不行啊 吃起来满嘴都是那种 蒜香 辣椒香 加上茄子 本来有一点 这种甘甜的香 当然在一家烧烤店 评判它好吃与否 其实全看它肉串烤得怎样 如果说限量供应是这家店的特点之一 那之二 就是这家烧烤特殊的口味 我们家的烧烤料 是绝对独特的 因为我父亲是 以前是做中药生意的 但我们家烧烤料 全都是中药配品而来的 我们家的味道也是独特的 就是我敢保证 就是长春市 你去了小里头的别处吃不到 这个板筋啊 还有这个熟筋 就是我在别的地方吃都很硬 但他们家就很软烂 软烂吧 然后又有点小劲 但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你看 就他们两个汁水特别的紫 咱家把店开这么多年 原因是所有的板筋 腥瓣筋皮的这些熟的是我自己呼的 绝对不进那些半成粉 为什么这个汁水这么足呢 这个你得自己来看 如果说独特的口味源于中草药 那独特的口感则是因为烤在熟法上 给食材盛勺的浇油 让油分子充分地渗透到食材本身 这样烤出来的食材 汁水才会充足 哪怕是把烧烤放凉了 也倒不会影响它的口味 我也不知道就是具体怎么形容 这家店烧烤的味道 但是一想到烧烤就能来这个店 我们各大一时一时烧烤就像那样 我就是挺喜欢这家烧烤的 然后市面有什么朋友想吃烧烤的 我就带他过来呗 我是河南郑州人 到成春来 是十六岁 到现在为止接触烧烤已经有二十一年 但是我家不管店内的大小 我一直坚持我自己在烤 原因是我怕我家顾客吃的时候 味道有什么不对的一种 所以说我从来不驾驭人 这也就是我家把这个店 做得这么多年的原因 长春的烧烤口味是千家千店 那就是不知道这家的口味 服不符合你的胃呢 在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就到母亲节了 那我们节目联合长春凯月酒店 要举办一个妈妈的味道 母亲节特别活动 报名通道已经开通 您只需要把妈妈的拿手菜 和背后的心情故事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在母亲节当天获得 月有爱城市之巅 母亲节体验之旅 让你陪妈妈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你的消费 我来指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消费服务节目 最期天 春季天气干燥 女生就该多吃点水果 有时候中午在单位呢 觉得出去买售果挺麻烦的 那就万外定点这个果切什么的 不过最近听说 这个鲜切的水果 可能会这个细菌超标 那这个说法呢 是否属实 咱们来看一下小编的走访调查 春季天干雾燥 水果成了滋润补水的佳品 为了方便食用 不少水果店贴心地推出了 切好的盒装水果 销售火爆 而最近南京却有媒体爆出 部分鲜切水果细菌超标 食用后很有可能会引发腹泻等不良症状 一般来说 取之在500以内的比较安全 可是数据检测结果却高达9999 随后记者走访了长春的水果市场 发现喜欢鲜切水果的人并不在少数 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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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方便 而且能吃很多口味 感觉好看就买了 那么大家又是否想过鲜切水果可能会存在的卫生安全问题呢 在专门的那个水果店买过 然后它是就是在一个保鲜柜里面放着的 然后看着挺新鲜的 然后别的没想 可能会有的 也想过 但是方便吧 就买了 记者走访发现 多家水果店不仅都有鲜切水果在售 而且生意火爆 其中包括像欧亚超市 新天地超市 国语堂水果专卖店这样的连锁超市 以及众多的小型水果店 有鲜切都放鲜碗 都供不上 专个人就 有人就成天鲜 你怎么鲜的 刚才鲜切 质量保着 你鲜有鲜这个东西 质量必须保着 随后记者在水果店购买了一份盒装的鲜切水果 这盒鲜切水果外观上没有任何的说明标签 包装也都是以简单的塑料包装盒和保鲜膜进行包裹的 那么这盒水果的切割时间 切割环境 保质期等一系列问题 消费者都不得而知 随后记者联系了长春市朝阳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市场监管的相关部门 对于各大商超和水果专卖店的水果准入许可 都是有相关规定的 但是销售商在销售时对水果的二次加工 以及相关的加工环境和加工流程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标准 所以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更要格外注意 毕竟水果属于特殊商品 在存放的过程中 水果本身可能会发生质变 建议消费者在购买之前细心观察 首先看色泽 优质的水果一般色泽均匀 如果出现差别过大的不同颜色 或者出现黑斑 鹤斑 这样的水果不建议购买 其次闻气味 优质的水果会散发出特有的香味 香气越浓 水果越新鲜 而且大家在购买时 最好现买现切 天正的七天游记 我们带大家开启了一段吉林开疆之旅 当了吉林除了吃开疆鱼 各种特色小吃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昨天节目里文基还接到了领导的指派任务 说是要寻找一样吉林特别有名的一个小吃 作为吉林人的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了 那究竟文基能不能完成任务呢 咱们拭目以待吧 上一期《七天游记》中 文基体验了最期待的开疆捕鱼后 收到了领导的指令 让他去找一样吉林市著名的小吃 通过搜寻地图 文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呢 就在这条长圈路旁边的小胡同里 我们一起去找找 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当地人一致推荐的吉林市美食 就藏在这小胡同里 文基因能顺利找到吗 一共胡同就这么几个都找遍了 还是没有 你好 你知道巷子煎粉在那吗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宣布费功夫呀 找到了 得会是有好心人帮助我 他也是来这吃的 原来领导派发的任务目标 就是这家巷子煎粉了 这种隐藏在小胡同里的美食 果然是电如其名呢 哇 这么火爆啊 怎么这么多人啊 这家煎粉得多好吃啊 我来问问 师傅 我想问一下 你总来吃这家煎粉吗 那这家煎粉什么味道啊 什么味道啊 是不是因为很好吃才会总来啊 是回头客对吧 你形容一下 这家煎粉什么味道 吸引你的是什么 不是本地人 不是本地人还来吃啊 我们外国的 连外国朋友都慕名而来 到底这煎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老板我要一碗煎粉一个茶蛋 好的 拉香好了 正常 翻炒上料 看着老板熟练的操作 只需要半分钟 一碗煎粉就做好了 刚才有那么多顾客都说 这个非常好吃 酱长的到底是什么味儿 入口特别特别的软 我真想过时机会再说 但是呢我想说一下这个感受 就是它的这个入口 就是那种外面还不焦 整体都是非常软糯的 入口即化的感觉 一个煎粉能做到入口即化 我觉得也是挺厉害的 说起吉利市的煎粉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搭配茶叶蛋 从来没尝试过的文君 也打算尝一尝 这煎粉配茶叶蛋的味道 真的好吃 我这一口啊 有煎粉 有这个茶蛋的鸡蛋黄 就有这个蛋清 蛋清是那种脆脆的 然后蛋黄呢 就一抿就化了 而且这个煎粉也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然后整个汤汁呢 也是包裹着那个有蛋黄的那个香味 真的是太好吃了 怪不得它都这么吃 这煎粉配茶蛋果然是汤香味美 据老板说 他家每天营业十一个小时 能卖出三四百碗的煎粉 这么一算不到两分钟就卖出一碗的速度呀 看来这网友们推荐的吉林市必吃小吃巷子煎粉 果然是粉香不怕巷子深 现在根本就不是饭点 他家就已经是整个屋都非常爆满了 跟我去看看他家这煎粉制作 哇 感觉好熟练啊 这是要把煎粉给炒碎吗 炒熟 炒熟 因为咱们吉林煎粉我看没有 因为我长春来的嘛 长春煎粉叫炒粉 它就特别碎特别碎那种 但我看吉林还是成块的这种 就不那么太碎 还保留它的口感是吗 然后还让它能够入味 还能特别好吃 虽说这家煎粉六块钱啊 但是给的量特别特别的足 是一个人满个吃 对对对 这个店开了多少年了 开18年了吧 哇 18年的小店 每天11个工作小时 然后每一个时间 短都这么多的人 我真的是太服了 真的吉林的小吃 我真是让我见识到了 今天呢 我是带着任务来吃这个煎粉的 但是我觉得啊 这并不是一个任务了 已经成为一种福利 因为它太好吃了 也要感谢各种吃货 还有观众朋友们 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吉林煎粉配茶蛋 但是我听说呢 还有一家煎粉在吉林市也是特别有名 到底跟这家煎粉会有什么区别呢 吃了就知道了 文金要带我们来的另一家煎粉 就是宏伟煎粉第一家 说起这家煎粉 在吉林市也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与巷子煎粉不同的是 它家以经营快餐为主 而煎粉当然是本店的特色啦 这不文金除了煎粉之外 额外给自己又添加了许多的福利哦 他家小吃特别多 所以我还多点了几样 这个呢 是鸡汤锅鱼串 这个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是炸煎粉 这个呢 是臭猛头 这么看一条也不臭 但是加上它就臭了 这个是臭豆腐 文金 你是有多喜欢臭味啊 太臭了这个 这是臭豆腐料 多给我刷点 多给我刷点 太臭了 我之前吃臭的 快别盘点你的福利了 赶快尝尝这家的煎粉 与巷子煎粉有什么不同吧 好吃 他家的这个麻酱的味道 相当的浓郁 你看这个煎粉呢 炒的并不是特别的黄 但是它主要的精髓 都在这个汤里 因为刚才呢 我吃过了巷子煎粉 巷子煎粉那个颜色呢 就是比较黄 然后比较透亮的那种 发棕色的那种黄 但这个颜色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发白的那种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他俩家的这个煎粉 有一点非常的不同 就比如说吧 巷子家的这个煎粉呢 他事先把煎粉做好之后 放很多种调料 然后用白开水去调制 然而红尾家的这个煎粉呢 是放好煎粉之后 时间用已经熬制好的汤 放里面就上桌了 看啊 他家这个煎粉块是比较大的 像刚才我吃过 那个巷子煎粉的感觉 就是块比较小 然后入口即化 但他家的这个呢 就是真真实实地 存在你的嘴里 有颗粒感 有存在感 我也很喜欢这种 有存在感的口感 在巷子煎粉当中呢 它那个汤 加了鸡蛋之后呢 其实跟红尾第一家 这个煎粉的这个汤的颜色 差不多 虽然说红尾的这个 没有加茶蛋 但是它这个汤的颜色 都是很浓郁的 而巷子家的那个 加了茶蛋的那个汤啊 是蛋黄的味道比较重 而红尾家的这个汤呢 是麻酱的味道很重 那么列举了这么多区别 到底哪家的煎粉 更适合红尽的口味呢 如果让我说 经过这几点的比较啊 哪家比较好 其实我还真说不出来 我觉得红尾也OK 巷子也OK 都特别好吃 红尽 你也太会说话了吧 但作为资深的吃货 你的评价 我们也是理解的 如果观众朋友 就要您来到吉林市 而且分别尝试了 这两种煎粉 一定要把您不同的感受 分享给我们哟 小吃是指在口味上 具有特定风格的特色食品 市民间老饕们的智慧结晶 现代人吃小吃 不是为了吃饱 除了可以解馋以外 品尝异地风味小吃 还可以借此了解当地风情 在网友提供的线索中 吉林市传营区青岛街附近 特色小吃可是不少 那到底哪样最具特色呢 前面有个红香鸡爪 红香鸡爪的好吃 红香鸡爪的呀 红香串店 特色是鸡爪子 有可能就是这家 过去看看 哇 这家人好多 真火 而且很多桌子都等鸡爪子 老板 咱家是不是鸡爪子特色啊 对 我家特色是鸡爪子 那就对了 原来大家说的红香鸡爪子 就是来自于这家红香串店了 鸡爪都是提前煮熟 用密料炉好 一来软烂 二来可以让汁水渗透进鸡爪里面 光是想想就让人流口水了 这个是酱质熟的 所以说它这个酱的特别的酥软 然后味道就是那种酱香当中 带着一点点的甜味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表面上还有花椒 有这种花椒 它有一种花椒的香味 原来这酱质鸡爪不仅卖向好 而且用筷子轻轻一拨 就能感觉到已经卤制得非常软烂了 吃起来也是更加的浓香入味 这个卤制的鸡爪呢 就是那种特别的松软 而且它的汁水呢 是被保留了下来 就汁水非常丰富 甚至是你轻轻地一瞬息 它这个骨头 甚至是能吸出它里面那种 溶厚的那种卤制的汁水的味道 这家的鸡爪除了卤制之外 还可以上火烤熟 香气更浓 我们看啊 这个外面的调料 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颜色也非常的鲜艳 看这里 这个已经是被烤焦了 我想啊 这个烤鸡爪一定是又香又脆 我来尝一下 但是惊喜的是啊 它只是经过烤制之后 外面的那个皮很酥脆的 但是里面 依旧保持着这个酱式鸡爪的那种松软 可以说是外焦里嫩 配上这样的调料呢 不愧是大家都跟我推荐的 这个特色烤鸡爪 完成领导派发的任务后 感受到吉林市小吃魅力的文件 将继续带我们探寻特色美味 揭秘吉林一角 虽然说自己是一举 那肯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来看 我来偷个意 品味历史传承 这样的面条你吃过吗 它闻着味道就特别的香 看它的颜色啊 跟我们来天使吃的面条 颜色完全不一样 江边的霓虹下 竟然藏着这样的百年老店 据说他家的这个白肉血肠啊 跟我们平时吃的不太一样 而且他家老板呢 是这道菜的 第四代传人 搜索江城小吃榜 品尝百年老味道 敬请期待明天的七天游记 吉林市开疆之旅之 寻味记第二步 您的消费我来指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消费服务节目最七天 现在呢我们这个秒杀呢 通道呢正式开启了 你准备好了吗 29块9呢 秒杀呢88元的这个羊棒股啊 同时呢还有这个面 可以送给大家 还有饮料 不知道这个时间 是不是大家已经准备好了秒杀 现在估计这个份数 也没剩几份了 我们就送出几份是吧 对 每天的秒杀时间呢 都是我们群里最欢乐的时间 不知道今天大家 是不是能够抢到 我们这个羊棒股 然后感受到 就是我们小强 为我们去尝试的这家 带有那么多骨髓的羊棒股啊 希望大家呢 能够吃得开心 嗯好 好那每天17点50分呢 打开电视看这里 了解一下跟您有关 您必须关注的生活资讯 如今汽车已经成为了 很多家庭的代步工具 买车成了平常事 考驾照也将更加方便了 昨天在公安部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 小汽车驾驶证 全国依证通考的消息 备受关注 如果你正准备考驾照 这波福利请收好 以后申请人 可以凭居民身份证 在全国范围内 任意地申领 小型汽车驾驶证 无需再提交 居住登记凭证 港澳台居民 可以凭借港澳台居住证 在全国范围内 任意地申领 申请人在考驾照期间 通过部分科目考试后 因个人原因 居住地发生变更的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申请变更一次考试地 以通过的科目考试成绩 继续有效 老司机们是不是感觉 自己的驾照考早了 无论驾考流程如何简化 交通规则都务必牢记在心 目前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决定自今年5月1号起 对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航站楼出发层道路实施 限时停车交通管理测试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航站楼前道路 为旅客底离机场 上下乘客区域 行经出发层道路的机动车 在限定的时间内 临时停车下课 或装卸物品后 应立即驶离 机场大巴 出租车 网约车 等接站车辆 应当在到达层 指定区域待客上车 在航站楼出发层 落户区域临时停车 不得超过8分钟 违反限时停车规定的 将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继三分的处罚 目前这项措施 已经开始试运行了 5月1号起 对于违规行为 正式进行处罚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数万数离花开 春暖花开的时候 公暖也就告一段落了 目前长春市各家热起 陆续结束公暖 作为热用户 这个冬天在家里冻着了 现在可以申请退费了 根据规定 公暖期内 居民用户住宅的卧室起居室 温度昼夜不得低于摄氏18度 连续停热两天 或者累计超过7天的 作为影响范围内的 供热不达标 按影响天数 向用户退费 居民住宅每月只要两次 室内空气温度检测 不达标记录 即是为一个月 供热不达标 对于这个供热期 家装温度不达标的用户 请保存好测温记录和裁定书 最高可获得105%的退费 另外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所有用户注意 暖气水不要放 关闭供热馆主发门 毕竟再有6个月 又要供满了 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对糕点水果制品 饼干肉制品 特殊膳食食品 食用农产品6类 822批次样品进行了抽检 发现不合格样品14批次 抽检发现 部分电商平台销售的 网红食品 违规添加 食品添加剂 部分网售酱肉 重金属超标 部分地区的水果 蔬菜 存在着农药残留 其中电商平台1号店 第一项食品旗舰店销售的 一款酱香驴肉 和一款驴板肠 隔寒两超标 淘宝网 风马牛企业店铺 在线上销售的 三种口味的猪肉谱 为贵添加了胭脂红 京东美品味官方旗舰店 在京东商城销售的 一款老媒婆二氧化硫 残留两超标 对抽检中发现的 不合格产品 市场监管总局 已责成相关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预仪查处 节目的最后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秒杀真是太快了 超顺即逝 这次是好消息吗 对于大家来说 没关系 以后的节目当中 每天都有这种秒杀的环节 所以大家一定要 在我们的群里面 时刻关注我们 然后之后 跟我们一起来秒杀 来允许我们 已经推荐的最好吃的店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看 网友都在我们平台上 说了些什么 来看一下今天第一条留言 这位朋友说 求推荐一个环境优雅 适合和朋友喝酒聊天的饭店 那就推荐他一家吧 最先生功夫串江湖菜 递得在铃河街 与自由大陆交汇 北行一百米鱼 到这家店里面 能吃的东西非常多 比如说烤年鱼 蜜汁梅肉 炭烤香蕉 还有各种小厂 再配上老板 从云南引进的花酒 约上三五好酒 解体多愜意了 今天节目的时间 真是过得太快了 还没说够呢 明天晚上我们再见了 拜拜 拜拜